年轻夫妻远离都市喧嚣 走到这个大理的街道上 走到城市的满路上 一样的心情 古城一语 七心打理客栈 现在他只是 够他自己花满 六旬母亲牵力卷归 不想那么多的钱 何去何从 客栈里演绎着隔膜与牵挂 美山的家世 将为您讲述一个 关于爱的界限的故事 中国云南的西北 美丽的古城大理 近十年来 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宜居的地方 许多从大城市喧嚣中走出的人 怀着对桃花园 理想国的憧憬 来到大理定居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 就发生在大理古城 人民路的美山客栈 2014年4月的这个清晨 美山客栈老板娘 袁晓宇和女儿文文 例行晨聊 晓宇试探着 跟文文提起一桩 她一直没有说出口的事情 就是姥姥太忙了 爸爸回去帮忙 你想爸爸回去帮姥姥吗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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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姥姥特别累的 姥姥瘦了好多呀 好 好 可以啊 可以啊 可能也就是 姥姥我想 让爸 我想和爸爸帮忙 OK 爸爸帮忙 爸爸只是 嗯 两天的时间 只是很短的时间 帮帮忙而已啊 你怎么难过呀 不错不错 哦 哎呦 有这么难过吗 其实我也觉得 我妈这个年龄啊 力不从心 记性也不如以前 然后总出错 嗯 我妈以前是不需要人帮忙 嗯 现在需要 需要往里去帮她 父母这两天就要过到大礼 小宇隐隐的感觉 自己一年来的平静 就要被打破 是不是我在想 也许我刻意的很多事情 和她反向 不想成为她那样的人 所以就 在任何一件事情上 的行为都和她是反的 一年前小宇和丈夫王静 带着三岁的女儿文文 从武汉来到大理 开了这家美山客栈 就前年12月份都不买嘛 因为我们孩子 生下来底子特别好 从来不生命 没有像别的妈妈说什么 半夜往医院讨厌 那种事我都没遇到过 那一月连着发烧五次 一个从来不发烧的孩子 不生命的孩子 连着生命 我就招架不住了 就来大理 待了一个多星期 哪个就不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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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 我就说 那小孩搬过来吧 事实上 从2004年开始 云南滇西北的古城大理 逐渐成为一个热点 现实生活的压力 让一些人 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 希望用心去生活的王静小雨夫妇 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就像我说的 500金刚看的比赚钱要重要嘛 那来这里有一个好的环境 有好的身体 小雨和丈夫王静 今年都30多岁 湖北实验人 高中毕业后 先是在企业工作 后来双双离职 在武汉经营些小本生意 多年的打听 两人在武汉买房安家 为了女儿的身心健康 把武汉的房产卖掉后 他们来到大理 租下了一家当地人 刚刚改建的院子 三层楼共11个房间 正是一个小型客栈的规模 爱好设计的小雨 和动手能力极强的王静 株莲闭合 清尽心血 装修客栈 我每走一步 就是拼职绝来的 我告诉师傅 我今天这个地方怎么改 一起去逛旧我货市场 然后就 选一些东西回 按照我选 选回来的东西来设计 一些旧的门窗 十年的租金 以及客栈装修 几乎耗尽了两口 卖房的九十万元家底 虽然客栈相对僻静 客源通常只在四五成 谈不上赚钱 但小雨内心却有着 从没有过的沉浸 整个大理的街道上 整个城市的满意情绪 没那么烦躁 性的也比较值嘛 该说什么又说什么 不像原来 有时候说这句话 什么 不要想一想 我这句话说成以后要怎么样 该不该说在这边就不行了 文文呢 文文和他爸爸去 幼儿园 文文在离家十分钟车程的猫猫肚 来到大理后 家人陪伴了很多 以及幼儿园独特的教育方式 文文的现场正渐渐 海浪 那是海鸥吗 那是什么羊啊 然后我们要保证一个有效陪伴嘛 这也是陈刚刚跟我们说的 每天妈妈最少是一个小时 爸爸最少是半个小时 陪着他不管是聊天啊 不管他做东西啊 你坐在身边 跟他一起投入去做事情 然后最要有效陪伴 这个孩子就会觉得 跟父母会越来越近 母亲的到来瞬间打破客栈的平静 我和她的观念不一样 何去何从 年轻的夫妻面临选择 有所刻意的 不想成为她那样的 美山的家世 继续为您讲述 过日子是净水深流的素普宁心 是一家人的相爱喜乐 好在一切正朝向小雨的一期 然而母亲的到来 让她隐隐地感到 这种宁静的日子即将被打破 母女间的一些心结将不得不去面对 母亲这次从武汉到大里 说是在看望小雨三口 实际上还存着另外的心思 就是想把女儿两口劝回她 小雨母亲 还在武汉黄金西货市场上打拼 每年千百万资金 从手头经过 这几年有点力不从心 不想让半辈子积累下的人满 就此打住 就惦记着 让大女儿女婿跟进接班 一方面 对自己这辈子有个交代 另一方面她认定 女儿大里的客栈 不会有什么气色 这是你自己想的 你费这么大事 你就死不得丢 我就是想 你想你不做了 你就交我钱 叫王晶姐夫 王晶姐夫 资金当 师长我是说王晶姐夫 回去帮你啊 王晶姐夫 还想我来啊 还想我做 那只能他帮你 我就只想 你全身给王晶姐夫 不可能你自己的钱 你要全身给我们 我们心里会不踏实 你就打个电话 一下顾客就行了 其他操心的事 让王晶姐操心就行了 现在他只是 够他自己花嘛 他从来不考虑 他总是走一步看一步 他就喜欢做他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 他总的找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会考虑 投资一些钱 划不划算 他喜欢来钱快容易的生意 原来王晶在来大礼之前 曾经跟岳母做过一段黄金生意 在岳母眼里 女婿厚道肯干 自家人有幸的过 反正我也是为了他们 要请他们过来 不让我担心 不让我为他们的所有事情担心 我想带他们 带他们 走得富裕一点的 他们又不想做这一行 我不是很在乎 只要不亏 我觉得都还好啊 生活开始 学费生活费都能保住 只不过就是以后给文文 多存一点少存一下的问题 与小宇父母的到来前后讲的 是林家客栈的开工 眼见着周冰客栈 一坐坐的起来 王晶有些忧心冲冲 就在去哪网上面 注册的就是短短的一个月 一个多月时间就注册了200多家 一个多月就200多家出来了 傍晚王晶在大理的好友 陆库过来闲聊 两人就聊到最近大理公主的房地产 他每人都自己他有没有时间到了 可以啊 不用接 你等着 问他几个做客栈的朋友 他告诉我 他说你但凡能够不做客栈 你不要做了 我说那为啥 就是要把一家人全都放进去 还得这么玩 我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那么多 晚上有时候躺下来的时候 就会想到很多问题 想到比如说这个客栈 我们投入这么多 以后会不会有 在就是经济上面 会不会有亏损啊之类的 就是想到很多这些 这方面很现实的问题 到时候我给你调你 你把一嘛 你把一给你调你的比较好的家伙嘛 啊 好的 好吧 来啊 觉得我们外人看的可能 他觉得觉得他很辛苦 赚钱很累 天天在忙 事实上他 他完全愁迷 他那个生意里 他的精神上很愉悦 赚钱对他来说 是一定很快乐的时候 他快乐就这样 他快乐就这样 我总觉得他还是没有在盗牙 这个事情做起来是这样做 但是这个 不知道他 我觉得 不是那么样 这个消遇不是那么样满意 我很多事情可以做 就是说 我可以养活自己 吃穿不同 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多的钱 我需要那么多的钱 小雨母亲出生在湖北实验的农村 只有小学毕业 靠着灵光的脑筋和不服输的劲儿 从实验乡下到武汉 一路打拼 如今 有了自己的黄金销售规模 养育了三个孩子 二女儿和儿子 大学时被送到楼外 身边就是一个小雨 而她 却跑到大理 经营这么个不赚钱的客栈 母亲大师都得集结 但实际上 在小雨王静心里 也有一层忧虑 女儿门闷 未来肯定需要一笔大额的学费 但现在她的客栈经营不到一年 一家人的生活才尖尖够 好奇怪 上大晚吃 一年以后 这个客栈到底是否赚钱 能不能给我问后面员 用选择那些费 也是这危及的问题 你,我的人呢,打你,我打你,我今天还,甚至那边我还没联系呢,你问一下今天,我早上看了一下电脑好像电视机没人,白鸡,今天估计两百七十是没有了。 夫妻俩的忧虑被生意场上的名业人,母亲一夜参透,来了没两天,老两口在街面上转了转,就心知肚明,回来后,和王静丧情细长。 一天参透,多了将近三百亚,这只是你看到的,就是今次一个月时间,多了三百亚再往上,你现在还没看到,你没有看到,你这些话要好往好地跟我们想,说话,说话,没用吗? 他就迷着这个,把材质写的,把这个金钱扇机啊,来乡人,把这些钱全部拉来通。 看这个客栈丈夫也没有想着说要赚多少钱,但是至少不能亏。 女儿是她生活的焦点,小语一直觉得,自己来大理做客栈,就是想给女儿建构一个环境,一个和自己童年完全不同的世界。 小语自幼喜欢绘画,被母亲认为是团困所道,在压力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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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压力中,小语放弃了绘画,如今,捡起儿时的特长,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和装修的客栈,几乎成了她的精神家园。 同时,隐隐地,小语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也好像是在向母亲证明自己的价值。 新名小童驾驶,大理一天天热门醒,来自北京的幼幼的父母,入住小语的美山客栈。 和到这里很多父母一样,他们也是想借着假期,体验一步大理的生活。 天龙八部的传奇下,覆盖了一座很神秘的一座古城。 所以我觉得它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似真似幻的一个地方。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理就变成了一个新式教育的一个基地。 这让我感到很奇怪。 你或者跟柯柯妈妈这个人,从大人的角度来讲,会不会显然比较寂寞或者比较寂寞? 不存在,我觉得这边相反是更不寂寞,而且更好一些。 你看我在这边,跟一些爸爸们,还有经常参加一些活动嘛。 你看我们在武汉,每个孩子放学就各自回各自家了,从来都没有任何来往。 这边又是很好相反,这边我们为什么叫社区嘛? 就是猫猫果儿幼儿社区,就是因为是一个互动型的一个社区。 这个大海,和海,温泽。 白金都是包酒屋的。 小宇内心纠结的时候,母亲还在做着她认为对的事。 她抓着女婿王靖小灶陪训,王靖期会。 小宇的父亲则毛不迭地劝足,有意来大理定居的年轻的父亲。 梅梅一家的到来,引出家庭往事的付出。 你暴时这种对她已经有闻视的探索,其实我觉得你俩都有点紧张。 美山的家世,继续为您讲述这对母女的故事。 日子过得热闹的时候,原家的二女儿小丽一家三口,也从新西兰来到了大理。 一来和父母姐姐团聚,二来也是为了劝说母亲放下手里的生意,跟她们去新西兰定居。 这是两个女儿出国和各自成家后,多年来,一家人或者说三家人,第一次聚在一个房门上。 你怎么看就走了? 你不开,看那两天你就走? 看两天就可以了,我今天报一天,文家报一天,后天报一天,天天坐着。 然后把你生意结束了,听起来吧,已经好了。 哎呦,我今天给我花点的那一点,现在我买了。 他们说怎么样都有怎么样的生活方式,生活生活家你要到那边去的,太没有经验了。 你应该就像那个姐姐她们学习一下了,现在。 我想我妈做生意,我也看多了很多。 看生意上的各式各样的人,我妈也吃过很多苦,伤了很多荡,亏了很多钱。 然后为了钱的事情,然后付我之前,之前也终了我争吵。 其实我不觉得这样生活不是我想到的。 整个生活费以后,她的这个钱都装修了这个房子里面。 她自己的努力,我那样还想到她的。 我自己就是努力,还是想回去,想那我也挣点钱。 我和她的观念不一样吗? 我想要生活也不行啊。 你觉得购物行不行吗? 你一门到那里,条件好。 她这不行,我们上修,人来人花钱多了。 那她还是会找的事情做呢? 我还是想到那里。 今天不会摆了,老师发消息了。 今天不摆了。 来得快,收得愉快。 一个小时后,云开已迹。 孩子们809年一般,在古老的文明路上开始了。 又有父母,也带上孩子去从热门。 文部所在的幼儿园的这次一买, 是让孩子们通过买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 为幼儿园筹建基础设施。 把这件最漂亮的摆了。 你看看什么,值得买的吗? 看大家被买完了,我们再教吗? 对。 这个20。 这个20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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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喜欢。 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从杭州过在这来走? 我们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觉得想要长期留在这里。 然后后来的话,就越来越觉得我爱想回去,觉得这边更适合生活。 不像我以前所想象的,比我以前所想象的还要好。 园长陈刚一直坐在人后,妈妈果幼儿园三十多个孩子的家长, 几乎都是他教育里面的拥顿。 你先好吧,一头。 一头,你要交易,你首先,你说的财励,我说,交易首先是家庭的问题。 家庭背后是社会的问题。 咱们大理有可能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善良的社会。 那么家庭的问题都是困难掉的,还是在。 所以它根上面还是社会的问题。 这天下午,小宇和妹妹小丽闲道琴美琴的话题。 对于姐妹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敏感而礼物中的同性。 小丽在新西兰大学毕业后,定居在那里,在一家医院做心理辅导。 职业生涯的选择,使她一直向往梳理一下,自家的不和谐。 是很复杂的,就是情感复杂的。 很关心对方吧,但是呢,有很多复杂的那种情感在里面。 所以就这样。 然后时间发生事情。 你说你十几岁就出生了? 我跟她们带着多么呢? 三十多年? 对。 因为你抱持这种对她已经有敌视的态度。 所以你们两个人我跟你说,你们俩其实就是那种,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都有点走集团在这些事情上。 你知道吗? 妈妈看看和你看看,你们看对方,都是有机会。 不是我站在妈妈那边,或者是我跟她说的时候,我也是这么长的。 你知道吗? 我不会说,帮着你们哪边想。 因为我知道你们俩其实都是很关爱对方,很爱对方。 哪有家人不相互爱的,也就是我们家的人说出来。 这两天,王静被岳父母说的,心里又有点活络。 为了女儿的未来,她还是横下心,打算硬着心肠和岳母回武汉打天上几年,积累些物质基础。 可心里又实在放不下大理的慢生活,家和妻女。 这天,好朋友张放天过来,喝着茶,王静就倒出了苦门。 她自己又很拿税数了,她又没有人接班,然后她就希望让我去接这个班。 然后她有这个。 张放天是来自北京的心理学家。 她放弃了北京的大学教师生活,来到大理,做生涯规划的心理辅导。 就是翻天覆地,就是说我要回去,他们就是等于就蒙一辆在生活。 就把我就可以完全都放到任意远去吧。 最多以前一个电话。 假如说你走的话,这个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挺大的。 我们前一个人画同样的觉。 但是你需不需要这种忙,你觉得呢? 我开始如果说跨书这一步说来的时候,我其实就把这方面已经抛开掉了。 不能说对于错,我个人也是有我自己的价值观的,我也是很看重家庭。 所以我原来以前晚上跟你说的也是有倾向性。 所以这样甚至。 客观上因为大理现在慢慢形成了,有历史啊。 已经到现在,来的人有这种自由啊,这些相对放松,比较重视生活,也放下了一些。 所以他有助于他们的更好的状态。 但是要你近距离观察任何一个商庭的话,包括你在北京观察,好像这种东西也都是有的。 原有的东西,在大理他还会有。 3月3日是大理白族的重要节日,客流量激增。 客栈里的事儿一下子多起来。 在忙,小雨也不会忘记带女儿去见识自然。 在这种与自然的互动中,她觉得自己也在逐渐放下。 嗯,没闻到。 嗯,有一点点香味。 还有两个四角。 是吗? 哦,四皮码。 是粉色的小精灵吗? 粉色的小精灵。 是森林里的粉色小精灵吗? 他会让森林里开满鲜花,对不对? 对。 开满很漂亮的花。 嗯,他能听懂小动物说什么,对吧? 看懂小动物说话。 多年来,小雨始终回避着与母亲的话题。 好,看到了。 但成家,尤其是有了女儿文文以后, 她忽然觉得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老了老一去世的早的话,我妈是在我舅家长大。 我舅生了七个姑娘。 第八个是儿子。 所以我妈就看着女生都看得烦了, 因为都她在带。 她在帮我舅妈打。 妈妈,她自己身上有一些从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 她自己没有受到负责关爱。 她们去世太早。 她一个人孤兔丁丁的。 所以她从小就很没有安全感。 然后她带孩子, 这种互动方式也是这样的。 所以就会把这种情绪给我们。 事实上,我妈那个脾气的话, 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希望她出差。 她不在家,我们心里还踏实一些。 真的,我觉得。 她在家,我们都很紧张。 家里气氛也不好。 乔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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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 我会认析这些。 我想得很,我看得很透。 所以我能,我能没有跟她直接那么决恋, 就是那么,那么不容器。 因为我能理解她。 妈妈本身她有很多需要被医治的地方。 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 从原生家庭带来的情感的伤害, 都需要被医治吧。 如果不被医治的话, 她这种伤害就会传到她的下一代。 就像我们家发生的。 不光是因为有雾买, 带我们来玩,想过来。 还是觉得王静跟我妈不帮忙嘛。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啊。 然后王静就总会回来放牢上。 心情都不好,面向孩子。 也是一部分的原因。 虽然能够感到小雨的疏离, 但做妈妈的, 还是另外一副心肠。 从心里,她为女儿的前途担忧。 我说卡山,她的这个价位太低了。 她只能够他们两个人的工资。 增工资里的那么多, 你卖房子等全部打到这棟的。 她的房子等全部放到这棟的当学活, 付到人家的周景。 她现在只能增人家的周景, 增几千块钱的工资。 工资只够她的生活费。 一天原来都没有。 担心姐姐在这边, 挣不到什么钱。 因为我妈妈, 她从小经历的, 让她觉得, 钱就是安全感的来源。 你很难改变这个观念。 母亲为孩子爱, 到底是来自母亲本身的满足需要, 还是真的是为了孩子。 首先她失去了自我的好。 让对方实际上有一种负罪感。 这是你牺牲了自己。 我承担了你的牺牲。 我不光接受到你对我的关乱。 我更大的是承受到那种牺牲。 让我难受。 因为母子联系, 或者亲人之面, 她的心里向我感觉, 都在一起。 这天, 我们有缘的一个小朋友, 在尔海边的神蛇岛生日聚会。 为了让岳父母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王晋拉上他们一块过去。 又有父母也乐得参加。 多年来, 一直奔忙打拼。 小雨女亲几乎没有歇脚, 看着周围的风景。 大礼数日, 她的心在悄悄地变得柔软。 我穿得比较好。 在我的家里, 我以前就会喜欢我的口气。 所以, 她的运游, 这些帽子, 都从她那个年代的帽子, 我就喜欢。 那时候, 陈汉公子的那个头。 我又说好累哦。 我就影响到我, 她的花香里 在梦里, 糊花里多年。 我就啊, 心里啊。 我觉得孩子们, 很不得跟紧。 我就想, 我就想吹口令。 结果就每个口令, 好多我都见不起来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这儿的人内心的世界一定是很自由的 而且一定是很充实的 他们可能在城市中 他们的内心受到了一些压抑 他们自由的灵魂 守到了一些被城市的一些 当今混凝体的东西的束缚度了 所以来到了这里 青山绿水 天野绿 他们那些一下就放开了 母亲第二天就要离开大陆 小宇姐妹俩一起陪母亲去做发型 太缘分了 王健好吧 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出去喝酒了,老婆也不问了,几点回来了 是吧? 雕之孙,老好人 喂,小叔 他在1312年的时候,他着急,把你当时昨天手里都买了 嗯,可以可以 嗯,可以可以 一辈子就是工作狂,但是他一点也不幸福 所以我就说,这次想给他办理你,能把这些生活都解释以后,他也许会过得开心一些 傍晚,小雨绑着给父母做健行的饺子 不知为什么,这两天,母亲没有什么提气,让王继去武汉帮忙的事 客气了,一时也不好再问起 你可以放个小鸟进去 妈妈给你提摆 妈妈给你提摆 妈妈 你妈妈包的饺子都挺喜欢吃的 对 味道蛮好,做的都是你的口味 来 来 先给他再吃个饺子吧 要一点多一下 妈妈睡觉吧 走呢,我们走呢 来,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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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买房 去买房 母亲感到,小雨的客栈 还是有一些有匿厉的空间 还是就是,那个是他搞熟的东西 那个就不容易回 是吧 我让他想错了 我从女孩子这事碰不容易回 这也是家的 以后只有等文文长发的 文文也到新年南京 都到新年南京 那你上去 那就不用你们管 你只是把这个冰箱 都终回来出去 其实妈妈是个很敏感的人 她在心怀上面 现在她这么没有安全感 我就尽量 我就希望能多给她一些安全感 我希望我过温暖女朋友 其实她长大了 我们俩才可以像朋友一样 在处心里一块 可能想能告诉我 我希望她 她自己经历的 同样发生在文文身上 她希望那里又宽松了 不受音速的童年 她能够真正的享受 那是不是 因为王老师所有的态度 她都是为了 文文更重要的是为了 文文妈妈 通过这个事情 其实反映出来一些东西 就是她跟她妈妈 需要去进一步的 去调整这样的关系 一段时间的电话 就说叫五十三 至少有一部分小朋友 特别崇拜文文 然后跟他抱成团了 以前他是读来读往 故事到了尾声 王静也完成了他的选择 我心安处极为佳 他选择留在大理 妻女的身边 留在他向往的生活方式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